各位老有粉丝啊 说让我讲讲走向美国的这些电子宠物的幸福生活 好吧 今天给大家更新一集啊 这个我发现你比如说 前两天咱们关注的那个甜甜圈党的主席王伟恒 那个货现在成了中国的抖音上的著名的电子宠物了 有一个叫电子宠物批发商的一个账号 把王伟恒的这些集锦都给收集起来了 好家伙嘞 他不愿意 对吧 他觉得这个事可能掉份 对吧 当然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美国人 美国人是什么想法呢 美国是我的选择呀 对不对 我乐意呀 是不是 不对呀 你等会你等会甜甜圈啊 这个甜甜圈我问你啊 你拿到公卡了吗 啊 你那个五千六百块钱的急诊费 就让那个骨科医生看了一眼 摸了一把的那个钱 你交了吗 你没有公卡 你怎么获得的白卡呀 还是美国人 呸 那么要脸吗 你 好吧 甜甜圈 到了美国以后 基本上 这个被人骗了个精光 买了个二手的破车 净毛病 是吧 还举牌去抗议去 我现在在这个 在这家汽车店这边 抗议 这个店里面 按照加州的法律是 必须要卖车之前 要给我一个smoke check 那个通过的 那个证明 然后才能卖车给我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然后现在我需要修车的话 大概需要 光修这个smoke check 就需要大概一千多美元 可能是空气泵 如果是一千多美元 如果是三元催化器 可能要 也要一千多美元 如果两个都坏了 那可能要两千多美元 赶上买车的钱了 讲一下啊 讲讲这个现状 现状就是 哥们做什么 都是在行业里 都是 怎么地 也是top one person 对吧 哎呦我的天 但是 我一般 我做一个生意啊 15天时间 我看不行 我就不干了 对吧 你包括我干了 差不多也是10天左右吧 但是我感觉 确实是不行 有一天 田党干了点事 你就是 我就倾家荡产 全部都放 我那个视频里面 已经有那么两三期 是 你要不然你就花几个月时间 你就去研究一下区块链 研究一下比特币 得了 这是要 用不足200美元的存款 去赌区块链去了 好吧 这个田田圈是这样 你看田田圈啊 因为洛杉矶啊 加州太热 住到车里边啊 那就等于说是蒸笼一样啊 所以呢 实在受不了了 就找了一个地儿 找了一个房子 啊 那个他说他这房子 房东啊 应该是个华人 前后弄的都是菜园子 用大份 这个施肥 里边 一股子 为 就是迎面而来 一股愤臭 差点把它熏倒了 那也没办法 那你也得住 要不住的话 就睡大街去 是不是 那田田圈最近呢 这个信教了啊 为什么信教了呢 因为去教堂啊 登个祭 就给个盒饭吃 看到了吗 哎呀 去蹭免费的饭去了 啊 信教了 这货啊 还有一个谁啊 还有一个 丁胖子的金牌讲师 那金牌讲师 后来到了那个 华人餐馆里边啊 把那个餐馆老板给告了 告了以后呢 他就臭名昭著了呗 是吧 他在抖音还有号呢 这金牌讲师啊 金牌讲师最近怎么样呢 我看金牌讲师 最近说这个呢 国内兄弟 来了这边之后 我生活品质下降了 下降了多少兄弟 我在国内做编程一个月 最起码两万 好的时候有三万 所以你说 我就是在国内 随随便便一个月 能挣两万的人 你让我跑到美国来挣三千 兄弟 你说这个生活品质 是降低了 还是升招了 对吧 你不要跟我谈汇率 对吧 我在国内 我两万 我可以 我天天 我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啊 就是我天天大鱼大肉 兄弟们 山珍海味 想吃不尽 我来这边 兄弟们 天天吃泡面啊 天天这个兄弟们 四菜一汤 好吧 懂得都懂啊 所以 就是我觉得有一种人 他不会后悔啊 就是他原本在国内 他就是可能一个月 挣着这个几百 或者说挣着一千多 对吧 这种他应该不会后悔啊 因为对吧 兄弟你这边 咱都说了吧 对吧 刷盘子一个月 都有一三千 对吧 你说这个 那肯定比他之前 挣一千多要好 对不对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对吧 毕竟对吧 一个月挣一千多 对吧 挣两千的 这毕竟是少数嘛 兄弟 你不能拿少数 去代表大多数 对吧 我说这话啊 这个卢类美国人 就要来反击我啊 兄弟们 说这个啊 美国 是我的精神故乡 你不能侮辱他 对吧 我在这边啊 我要过来挣钱 对吧 这边这个美国 挣钱特别好挣啊 兄弟们 我要过来大展拳脚 兄弟们啊 兄弟们 你说他真正 就真的是 那么挣钱的话 为什么当趟 还有那么多 homeless 对吧 那么多帐篷 在那边处着 对吧 他们难道 他们不知道 阿威利卡挣钱吗 对吧 人家当地人 还没有你明白吗 对吧 你就是懂哥啊 兄弟们 你懂完了 好吧 话又说回来 啥都给你装完了 那我装什么 这个金牌奖师 不是我问问你 这个金牌奖师 他在国内 因为多次盗窃 而被捕入狱 他的判决书都在网上呢 不是 你什么时候 你成了程序员了 我就问问兄弟 你什么时候成了程序员了 怎么在国内 还一个月 挣两三万一个月 哎呀 这也是 这个说实在的 满嘴里跑火车呀 后悔啊 兄弟们 相当后悔啊 我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 一来生手 饭来张手的生活 我跑来 晒的这个黑夜 大漂亮自费老窄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我之前啊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我拍的那张照片 是很白的 但是现在经过几个月的 这个老窄生活 已经 兄弟们 面目全非了 这个颜值 最起码是下降了一半好吧 最关键的是啊 通过我不懈的努力啊 兄弟们 我每天刷盘子刷12个小时啊 终于是住上了 梦寐以求的大别墅啊 兄弟们 而且是全款拿下的啊 与此同时也吃上了 营养丰盛的四菜一汤啊 兄弟们 不要羡慕好吧 就是你上你也行 好吧 而且每天晚上 还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 就是说加餐啊 兄弟们 营养丰盛啊 兄弟们 蛋白质存在 竞 竞 竞子啊 眼睛 蟑螂 灵呢 想必你们已经 就是说充分的了解到了 我 就是兄弟们 自由的这个环境啊 如果你也想像我这样 看起来 就是说充满自由 那请你来 �墓 诶 我发现 这个金牌讲师 也找到了流量密码了 对吧 他在抖音上讲 在美国的幸福生活 感受到的美式温暖 在中国还能挣一笔流量钱呢 好吧 那个大头鹰啊 这个咱美国这边一个华人 大头鹰啊 还给这个甜点圈 和这个金牌讲师出主意呢 你看那金牌讲师睡帐篷 那甜点圈睡一大份坑 是吧 你买个房车啊 要我说那甜点圈都多于买的教室 你本身也不省油讲话 你车那么埋 你油这么哈 你车里净味 睡觉你都不开窗户 你车里净味 你送外卖人都不让你送 你直接买个房车都好 连吃带住的 你把你那东西 把那破烂全都收拾在上面 就是你司机头顶上的一个小尖 你自己单独做个小拉门 像小关 你睡觉啪把这拉门一关 你不耽误后面顾客 你也别打呼了 你带个耳塞 你这小房车就是拉顾客 什么加州一日游 你从洛杉矶 你从洛杉矶开到 开到哪去 开到那个三番市去 一天跑个来回 开12小时 同样是干活 从这边 如果说现在从洛杉矶往那边去 我中间半道上 我坐房车上 我又能抽个烟 我中间又能吃口吃的 还不用我开 咱一个人说 坐灰狗巴士60块钱车票 我坐你这一个人 他一百不过分吧 你除了油钱 这一趟过去 咱说五六个人的话 还有能躺 还有个屋里面能躺床上 还有厕所 好小公目 一天你这五六个人去一趟 剩400能剩过 回一趟剩400能剩过 800块钱每刀 咱去咱别太乐管 挣500行不行 大头鹰让他跑黑车 不是一万多 你往车里住 埋了八台 你一脸大包 是不是 就是你脑挖 不是 大头鹰让他跑黑小公公 可是问题是 他没钱买这个房车 即便是像大头鹰说的一样 你可以分期付款 那问题是 谁敢把这房车 卖给他们呀 你分期付款 你都没信用啊 对吧 你万一你把那车给了他们 他们第一个月就给你撞了 对吧 第一个月就开车跑了 对这个路 好像大头鹰给他出的这个路 也不太现实 也不太现实 朋友们 那位说了 那参加零员购啊 零员购不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新兴的职业吗 关键是零员购这是黑哥们的专利 对吧 你看看 这不是例子来了吗 这三名花人在参加零员购的活动的时候被捕了 只有黑爷才有零员购的 950美金以下的特权 看了没 你长个一个东方的脸 去零员购 不抓你抓谁呀 这个路也活不下去 那位说那在美国摆摊啊 我给大伙普及过可能是吧 在美国摆摊 要有执照了 你申请的下来吗 你比如说在纽约法拉盛 对吧 纽约的摆摊的执照很贵的 看见没有 你没 没有执照 那怎么卖呀 美国虽然没有城管 他有警察呀 美国的 这个警察 比城管可很多了 这个华人的老奶奶 无照摆摊 直接连人带货带走了 还罚款1000美金 看见了没有 这就是美国的温暖 对吧 你现在走下来美国 那不就是2000年 倾家荡产 办了个BB机厂 1949年加入了国民党吗 幸福在后边呢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